黑椒牛仔骨的做法 牛排里面最爱是牛仔骨 这部分肉嫩又香 配黑椒那绝对是必须出席的艳客菜 双饮号 牛仔骨500公克 红椒半个 青椒半个 洋葱半个 黑椒酱三勺 酱油二勺 盐半勺 蒜头五半 生姜两片 一牛仔骨洗净泡下水把血水泡出来之后切块 二加酱油黑椒酱盐一起腌半小时入味 三期间也可以用手帮他马杀鸡一下帮助入味 有时间可以腌两小时 四青红椒和洋葱起进切块 五热锅冷油先放姜和蒜爆香盛出 再下牛仔骨煎熟 六再放青红椒和洋葱爆炒 炒这个时候一定要大火快速翻炒 可以撒一点白开水防止烧干 加水也是为料炒出来的口感更嫩 漆然后把牛仔骨一起放进去翻炒下 发差不多就可以出锅料 这个不难大家可以试试